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消費模式 以前我們經常放在口邊說 香港買東西這麼方便 網購不能做 這個說法 相信很多人都有新的看法 網購成為了疫情下的奇霸 香港有這麼多中小企 到底可以怎樣在有限的資源底下突圍而出 在網購發展迅速的今天 每天分一杯羹 今天我們找來 Botier掌簿的負責人Eric 了解一下中小企網購的運作 你好,Francis 你好, 你好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Eric想請教你 網購的風氣這麼盛行 有什麼營商方案 可以幫助各中小企商戶 爭取到市場佔有率 以前對很多中小企老闆來說 開網店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但現在不同了 因為可以透過Botier的一站式 網上開報和管理服務 他們就可以很快捷 簡便感建立屬於自己的網上商店 減低經營成本 那麼中小企商戶 在建立網上商店的時候 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 通常對中小企老闆最關心的事 就是客人可以怎樣付款落單 所以支付工具就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 Botier的一站式網上開報和管理服務 就預設了支付工具 可以快速方便地幫商戶解決了客人付款的問題 不過現在網上付款都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眼花、撩亂 作為電商平台的你 又如何協助商戶選擇合適的付款方式呢 Payment Gateway對中小企老闆來說 一定要快和簡單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本身的平台 是有廣泛的接受程度 知名度和市場申透率 最好就是一看到Logo 就看到哪一間, 用開用掛 有Rita Payment Gateway的問題 就可以迎人而解了 對, 巴達通作為香港 最大的流動支付平台 在市場上已經有很廣泛的應手性 而且普及程度也非常高 簡單易用 絕對是中小企商戶支付平台的好幫手 就像這次巴達通和Boutier合作 新增了巴達通線上付款的功能 只需要一張巴達通卡在手 客戶已經可以透過他們自己的巴通APP 可以直接去掘卡付錢 而商用版巴達通APP 除了能夠即時查閱交易紀錄 和商戶結餘之外 商戶還可以透過轉數快 即時將帳戶結餘 轉帳到他們登記了的銀行戶口 他們賺的錢是可以馬上過數的 而透過巴達通 商戶可以簡化管理業務 以及可以即時增加現金流 那網店的營運 即時可以變得更簡單 除了網購商戶之外 消費券推出之後 巴達通還可以怎樣幫助中小企 除了網店之外 如果實體店也收到巴達通卡 他們當然可以受惠於消費券 現在巴達通的住席額 已經加到三千元 裝了手機巴達通卡 更可以隨時隨地立即增值 無論在日常消費 還是各類型的消費 都可以涵蓋得到 消費的選擇和金額多了 商戶也做多一點生意 對, 消費券快要出 現在很多商戶都在想很多優惠 那就對了 我們可以把商戶的優惠 推出給客戶 那麼多人知道 生意也做多一點 好, 那消費券推出之後 無論大小商戶都可以用巴達通 那對商戶或顧客來說 都是Win-Win吧 中小企一條適時應變 永不停步